竟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出现一个开高走低 中场只有小涨13点 那么指数最高也冲到2万点之上 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提醒了 我说指数到2万点就会开始进入震荡 之前前三天出现了一次 那今天再出现了一次 所以大盘最高点到2012涨了198点 这个量是最高 对不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震荡往下 到后面只有小涨13点 所以2万点就是一个整数关卡 那这个整数关卡它需要做个震荡 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个地方操作 你不要去做最高的动作 那么今天在跌是跌什么股票呢 我相信你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神盾 撒拉点音板 就是安国 撒拉点音板 为什么神盾集团今天会中错呢 之前我在节目上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说你看之前这个神盾集团在飙涨的时候 每个老师都跟你讲它有神盾 结果你看我说3月15号 越接近3月15号之前要公布年报 你要特别小心神盾集团 它后面会丑媳妇见公婆 你看这个神盾今天那个3月12号 神盾去年每股亏9.9元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在节目上已经跟你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说第三点什么 拒绝投机股有舍才有得 你知道我在节目上讲多久 我说神盾的股票神盾集团的股票 我一张都不会买 我一张都不会碰 对不对 我说你要买神盾集团 公司到底还能不能转型到IP股 这转型成不成功不晓得 但是去年已经先亏了一些股本 我在节目上讲过了 今年元月份再亏钱 所以你看 这是3月12号对不对 昨天收完盘的新闻 神盾去年每股亏9.9 将近一个股本 我都跟你讲过了 你看我节目一个月之前 我都跟你讲过 神盾股票绝对不能去碰 公司大亏损 对不对 那你看 你看这个是1月16号的时候 1月16号当时 你看说标股家族很凶 神盾 对不对 一大堆股票都大涨停板 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那时候 我看节目 真的每个老师都在讲神盾集团 真的 很像没有神盾集团 你这个老师就不及格 但是我当时我就跟大家讲 神盾集团股票 拆拆涨得对 但是我一张都不会去买 我一张都不会碰 对不对 那你看 这里是2月5号 神盾集团全部化身为标股 对不对 集团转型题材发烧 2月5号 你看一下2月5号在哪里 2月5号 2月5号到这里 安国最高点在2月5号 对不对 神盾2月5号杀下来 那后面再串心股票 但是后面全部杀下来了 这里已经在盘头了 去买了去追了全部套牢 对不对 那这里不是每个老师都在讲神盾集团吗 你去看看 像现在没人讲神盾了 这些老师之前跟你讲神盾的 大获全胜大赚 赚起跟掌停板 现在跌下去 每个都不敢讲 还当做遗忘了这样子 我就跟你讲过 到最后你会怎么样 会留住你在山顶上受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 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做 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什么 因为山顶上你在那边买神盾 我跟你讲过神盾不能做 包括像是你看 这个安格2月5号 安格2月5号最高点 你看 你看这个华讯已经烧下来了 你看这个心顶 神盾集团心顶 你看 它在迅捷 这边报大量 这个主地利用力度在出货 我说 我记得我在一个月之前 就跟你讲说 你不相信没有关系 你等着看 你一等着看 这些在节目上 每天跟你讲神盾集团 有跟你讲过 介绍过神盾集团的老师 我说你等着看 跌下去了 这些老师全部一个都不敢讲 而且甚至还有人怎么样 明明套 明明股票都套 还在那边告诉你说 神盾 在那边变成骂神盾集团 现在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在骂神盾集团 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前面 这些人是不是高点一直告诉你要买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长的时候告诉你神盾很好 神盾多棒 我们神盾大获全胜 那今天跌下去开始在骂神盾 所以我跟你讲 市场上的老师就都这些了 你自己去观察 你自己去观察就知道了 我是市场上 几乎是唯一一个告诉你神盾集团股票 你千万不要去买 千万不要去碰 那些高点都是什么 阻力在出货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要买什么股票 我跟你讲要买什么 因为买公司真正有赚钱的股票 那你看到今天 那今天很多股票杀起来 他还是开地拉高上去 你看他股价像现在 还是维持高师太整理 所以谁在帮你 谁在害你 我相信你看得非常清楚 我说很多事情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跟你讲的股票 时间过去了涨一倍 涨150% 然后你要听其他老师跟你讲神盾 神盾集团的 一些一堆神盾集团股票 那时候我记得都是满天乱飞 对不对 现在全部都套到高档 全部都套到上面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富士达跟你讲 400多块钱我告诉你都还没涨完 对不对 LINEET里面也跟大家介绍 富士达对不对 后来涨到700块钱 我告诉你这下高支在整理完 还会再往上 对不对 3月1号涨停板 3月5号多头趋势再创新高 3月6号再涨8块 3月7号波段操作赚最多 对不对 是不是3月7号再大涨 对不对 3月11号再涨44块钱 所以你看一个月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我的富士达涨了150% 那神盾一个月过去了 全部很多人全部套到高档上面 就是我跟你讲的 为什么我说我做股票 我从来不碰这些投机的股票 这些投机股票 其实让那些看不懂的老师去买 他们一定会到最后 一定会看到点击板收不得来 他们会带你杀到最低点 会带你杀出去 那杀完可能跌生就反弹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 做股票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有舍必有得 当市场上全部都要喊这个族群的时候 它很可能代表它过热 现在现在很多人都在讲ETF 对不对 ETF现在很热 多少人去买ETF 买高股息ETF 我告诉你 那个市场上疯狂在追价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你可能赚了股息 但是你赔了什么 价差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现在这个行情 只要是人多的地方 千万不要去 那你看昨天 昨天我跟大家讲什么东西 我昨天跟他讲说 这个 马斯克全球将从缺晶片转为缺电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电力股 今天都大涨 包括像是 最有名的是这一支股票华城 对不对 四电也拉涨停板 这都是电力股 但是我做的不是这两支 我待会再跟大家讲 什么股票在电力 电不足的情况下 比较有机会大涨 那你看昨天没有人在讲这个电力股 昨天没有人在讲 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我昨天一讲 今天电力股 今天全部大涨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清楚 未来的趋势跟方向 在什么产业上面 在什么族群上面 那这些个股呢 当整个大盘碰到两万点的时候呢 因为它具有一个什么 长期的一个什么 潜力存在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在两万点震荡的过程面 它反而不具震荡 持续地往上攻击 就像我们今天 就买进了一档股票 这两个股今天没有工厂停板 但是这两个股 我认为到后面还会再大涨 好 那你看 台湾这个地方已经 电费要往上调涨了 因为要防堵破产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短线治标不治本 开源节流开源节流 那你不开源你光节流 没有什么用 那我跟大家讲说 马斯克他已经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在盖雏能超级工厂 为什么要盖这个雏能超级工厂 你看这个确的GDP耗电 每天是50万度 在美国 美国现在很多人用确的GDP 跟机器人聊天 它每一天是50万度 每天50万度 比美国一般家庭用量 就一般的家庭用量多了多少 1700倍 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个缺电 将是未来的挑战 这个电力不足 可能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可能全世界都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尤其你看现在很多的汽车 本来是燃油车 现在改成电动车了 所以又需要大量的电 然后电脑现在在升级 对不对 然后你用AI的晶片 AI晶片你要快速的运转 然后你这个晶片核心越买越多 晶片越用越高级 然后伺服器越买越大 功能越来越强 这里面需要的电力是更加的什么 更加的多 所以像这种电力我认为 未来觉得是电力是一个很大的什么 很大的一个问题 谁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解决这个缺电的问题 解决电力的问题 这家公司它就会大涨 它就会大涨 不管这边是不是2万点 因为2万点只是一个心理的概念 重点是这个是多头趋势没有改变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你怎么去分辨是多头趋势 现在美股还没有降息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 CPI指数公布的是高于疫期 就物价指数公布高于疫期 但是你看昨天美国股市还是大涨 它根本不甩那物价指数了 为什么 因为市场上已经什么笃定了 你联准会 你最慢6月份下半年就要升息 就要降息 你下半年就要降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资金源源的不断做进入的情况之下 这个行情你说它要大跌或崩跌 基本是不可能的 它只是说短线它涨多了 大涨1万点这边会做震荡 这个很合理 那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也可能是酝酿下一波主流 要浮现的一个什么契机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缺练这一部分 可能要特别留意 好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既然2万点这边会做震荡 所以你要怎么操作 你要有买有卖真功夫 你不是股票一直爆爆爆爆爆 你要选择一些个股 涨多了涨不动的股票 你要做获利了结动作 你要逢高做个卖出动作 因为你逢高卖出完以后 它接下来拉回 你才有资金在低档做一个布局 因为它不会像一路往上涨 因为到2万点之后 开始会进入震荡了 所以我是不是前两天 在节目上跟你讲说 有买有卖真功夫 我不是告诉你 我是一天到晚买股票的 我也会卖股票 我会逢高做获利了结动作 因为我知道整个行情这边会进入震荡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事前有没有跟你讲 我说讯新有没有光收发某组 当时股票在100出头而已 后面涨到188我还是持续看多 对不对 对不对 190我跟你讲还是会涨 对不对 到后面到2位21号 总共涨了101% 涨了一倍上去的 对不对 我们赚了一倍 那赚了一倍以后 我们开始选择冯高做一个什么 获利出场的动作 对不对 2月27号 2月27号在什么地方 2月27号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 他今天又掉下来了 所以这里那反弹不是 就是告诉你冯高可以来做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吗 我已经告诉你 我们冯高在卖的 我是不是提前讲 对不对 你看你现在去注意看那些做多的 每个做多的老师 每个都跟你讲做多做多买进买进 有谁告诉你要卖股票 有谁提前告诉你要卖股票 提前告诉你 不要今天大盘迪要去来跟你讲说 他在卖股票 都没有人讲 对不对 像神盾也是一样 现在迪要去大家都没人讲 有些人跟你讲说神盾我卖掉 问题前面都没人讲 没有一个老师跟你讲说神盾卖掉 也没老师事前告诉你说神盾会跌 今天跌下去每个都要骂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你不觉得真的很好笑吗 好那你看 什么叫有买有卖真功夫 你看我们冯高2月15号告诉你要做多 对不对 2月16号拉涨停 2月20号再拉涨停 2月8号 2月21号再拉 2月22号再拉 对不对 到3月5号的时候我跟你讲过 他这边已经涨上去 但是我告诉你这会创新高 3月6号是不是创新高上去 3月8号我把它卖掉 资金放口袋 资金是不是拉下来 是不是要有买有卖 是不是 那这场歌舞是我们最近做多的 资金我等他拉回之后接 我说我拉回要接 所以我们在3月11号拉回接了 对不对 拉回接 那3月10号我们趁拉高的时候 做获利出场赚价差 那你看今天 拉起来 对不对 所以行情在那边做震荡的过程面 我们会采取这种 比较短线的一个价差性的操作 如果它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答 或者它出现一个比较非理性的下沙的时候 我们又有一个什么 逢低布局的资金可以做进场 所以最近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操作策略 因为要看这个行情的变化 我们会调整我们的操作策略 因为操作策略是灵活的 你要随着盘面上的变化去做调整 你不是一位 就是一路做多多多多多多 当然有些股票我们是一路多的 像这个富士达一路多的 但有些歌舞台 它已经开始有涨不动的迹象了 你必须要做个适度来做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卖股票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台面上 没有老师在跟你讲卖股票 他们都跟你讲说他的股票涨停板 他们股票大赚 对不对 那好 那股票卖完之后 那我们跟你讲说卖掉之后 我们现在是有资金 那这个资金开始要布局一些新的标的 我跟你讲过 这个地方因为缺电不缺晶片 在未来这个五年之内 NVIDIA还是霸主 其他的公司没法跟他竞争 像AMD超微一直想要超越它 微软这些东西 他们都怕受制于NVIDIA独占市场 所以他们都想要去怎么样 自己去做新的晶片出来 但是我认为在五年之内 没有办法打败NVIDIA 因为NVIDIA他们提早 他们提早这个超微 提早他们都提早十年就在 你知道吗 他提早十年就在布局了 所以十年前他在布局中AI晶片的时候 市场上都没人在注意 都没人在认同 因为他那十年都没赚钱 都没什么赚钱 但是就是黄仁勋他认为说 未来接下来的趋势就是 AI晶片势必会开始慢慢地 扶出台面出来 这是未来必然的趋势 所以他投资了这十年 基本上都没赚钱 是后面这一两年开始赚钱 到后面用喷出的 所以基本上当这个AI的伺服器 AI的散热 包括像这一部分的一个晶片 大卖之后 接下来一定会出现一件事情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昨天才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电会不够的问题 这个不够的问题 不是短线就可以说解决掉了 不是短线可以解决掉 它可能是长期的隐患 它可能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在跟大家讲 这个挑战如果说有一家公司 他做的基本上是在做除能的 或者是他在做一些 所谓的绿能这一部分的 可以填补这个缺口 这个缺电这个缺口的话 他就有机会大涨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这家公司绿能 除能切入能源产业 公司又花了一大笔钱进入能源产业 他已经看到未来趋势了 所以像这种公司 我认为到后面会大涨 后面会往上面涨 它就有上涨的机会了 今天这个大盘是很多股票 要开高总率烧到点点板 但是这涨个股今天还是大涨 今天还是持续大涨 那我认为还没有涨完 所以接下来还有类似像这样的个股 你可以特别留意 所以后面的操作 你基本上要留意到一个重点 就是2万点这个地方开始会进入震荡 所以你股票一定要油买油卖 你要找一个会带你卖股票的人 不是永远带你买股票的人 会带你卖股票的人 你才可以怎么样 才可以当股票震荡的时候 或者是拉回的时候 你才有一批新的资金 做进场逢低成绩的机会 你可以在另外一次在底点去买进 赚到下一波的行情 所以好好跟上我们脚步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头部 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准备飞车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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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答头部 真心照顾 迟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公司穆德 大厂入主穆德 那么入主之后基本上他就要买他的机台 所以我认为穆德的看法我持续没有改变 就我所知他今年大概会给他下 至少20台的机台 所以穆德后面应该业绩会不错 我们再看另外像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群电 群电你看电源供应器 跟这个电力有关系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过会缺电 所以跟电力有关系的像自动股票 都开始在表态 对不对 那么未来这个AI伺服器的需求往上 然后往上的情况之下 高瓦数就开始往上做发展 往上做发展 这家公司其实他算是一个买机油的股票 他每年这个EPS大概可以赚8块钱左右 配5配息大概可以 配大概70%左右的殖利率 所以这算是一家好公司 我认为说今年如果说缺电这个趋势 很明显没有改变的话 像这种公司它就有机会 还会持续往上涨 包括像是 我跟大家讲这档除能 我认为它有很大的转机性 因为它第一个它股价低 第二个它是刚刚开始发动 所以我像这种个股 我认为它已经开始 公司已经注意到一个重点 它已经开始切入到能源产业 我认为能源产业 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夯的 一个热门的产业 这个产业 现在应该刚刚开始发动而已 所以你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我带你逢低布局 买进像这种未来 具有条件涨三成五成 甚至一辈的个股 好好跟上脚步 那我说过赚钱的捷径 就是跟上赢家的脚步 因为我会带你买 我也会带你卖 跟上我们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 无论听话令 应话多 我能有个心继续 如果开车 我能挖口效果 一杯暴力达 你再开车 暴力达兵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